好,然後因為上那個老師的課有度日如年的感覺 所以大家可以覺得好像多過三年這樣子 好,於是那個同學又來投修課 好,那這個... 話好笑 所以這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說 邏輯思回歸跟survival的差異 就是說如果我們做邏輯思回歸 反正我們就是說,譬如說看他一個月後或什麼一年後有沒有死掉 那只要有死掉就當他死掉,可是他活多久不管 所以譬如說邏輯思回歸的分析假設是用這個手術後死亡 那他是一天手術當天就死了 還是這個活了一年才死,都是死 在邏輯思回歸裡面他都是死 好,那所以survival的差異就是他多了這個存活的殲屬這件事情 那survival原則上就是用來分析這個 有研究結果,譬如說死亡,譬如說中風,或生了什麼病之類的 從開始的時間到結束的時間 好,那開始的時間可以是...就一題目,一研究題目二,一 那譬如說是治療開始或者是病人進來研究 進來研究我們開始受案的時間 那這個終點的時間如果是死亡,他就是存活時間 那可是其實不一定是死亡,所以他可以是特定發生了什麼事 譬如說中風之類的 好,那所以他其實Y主要有兩個成分 一個就是說他到底有沒有死掉,一個是時間長度 那他主要還是用時間長度來做分析這樣 好,那所以這個部分過去存活分析也有很多其他領域在用 就是說那他有一個有點類似的名詞叫做可靠度 這是工業管理在用的 所以如果我們在做有些分析是如果有上去看我們原本的Duckman 其實他有一部分是在做Re-I-O-V-E-V-E-T的分析 那是公館工業工程他們在估,譬如說燈泡的壽命之類的 就是一顆燈泡他可以 現在買燈泡不是整電燈泡會告訴你他可以幾萬個小時 可以點幾萬個小時之類的 他就是存活分析 他們不叫存活分析,他們叫可靠度工程之類的 去估算來 那跟存活分析的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他可以用這一些 企業界也有一些我看過的文章有譬如說警察之類的 他們在研究犯人會不會再犯 那Survival主要的資料結構是這樣子 就是說會有開始的時間 然後是不是出事了 或者是沒有出事的話 他會有一個所謂的射線時間 那射線時間等一下我們後面會再說明 那所以有開始的時間 有射線或出事的時間之後 他就可以算存活時間 另外一個就是他那個 endpoint的存活狀態 endpoint的存活狀態 所以通常存活分析的資料結構會是這樣 有開始的時間 有結束的時間 那透過開始結束的時間就可以算這個所謂的存活時間 和他的最終 在這個end date或endpoint的時間下 他的存活狀態是什麼樣子 然後有其他的一些控制變相之類的 好 那所以他原始的資料結構是 一筆觀察對象 一個觀察對象 一筆資料 一個觀察對象 一筆資料 一個觀察對象 一筆資料 好 所以他會有不同的時間有人進來 然後追到某一個結束的時間 那有些是有event 有些沒有 好 那所謂sensoring的概念就是這樣 實際存活時間未知或無法觀察 有一種狀況是 我研究總要結束 對不對 所以如果假設我是一個追蹤癌症的死亡率 那我不可能每個觀察對象都追到他死掉 搞不好我還 這個研究者還比那個觀察對象還早死掉 對不對 所以他會有一個停止的時間 所以他會有一個停止的時間 就是我最多就追到某個時間 那這是 這是一種狀況 另外一種是病人就不見了 他就比如說他沒有來醫院了 或是他就出國了 或什麼 反正你就找不到他的其他資訊 那這時候也會是略為sensoring 好 那還有一些情況是 他 呃另外一個情況是 他所謂的競爭死亡 就是 譬如說我要看他癌症 因為癌症而 這個存活多久 那結果呢他自殺了 中間自殺了 或他中間出車禍死掉了 那他 沒有 沒有機會 讓他死於癌症 或死於 沒有機會讓他死於癌症 那這個情況我們就叫 競爭死亡 競爭死亡 就是 他不小心出了意外 然後死掉 所以 我沒有辦法觀察到他 死於我們要看的 比如說癌症 的 時間是多久這樣 好 那 sensoring還會再分 左射線 右射線 跟這個區間射線 好 我們直接看圖 好 基本上啊 這個 呃 左上角這個圖就是 呃 正常的 就是從開始的時間追到他出事 好 那 這個 右射線 一般是這樣 就是說 比如說我研究時間就停在這裡了 或 或是我 這個人 就只追到這個時間之後追不到 齁 或還沒 他還沒出事這樣 所以這是 我們就把它射線起來 齁 時間就射現在這個 那區間呢 是 呃 某一段時間我不知道他怎麼樣 但我知道他在中間 這一段時間之內 比如說在這一段時間之內 齁 齁 齁 但是我不知道確切他死於哪一天之類的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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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對的時候 然後 就是 譬如說我的 假設 齁 我的 實驗組是某個癌症 然後我要對他的 的 死因 齁 齁 那我的對照組呢 就是沒有癌症的人 那 但是我又要排除說 他先前 呃 得過其他癌症的 我不要 齁 那有可能我配對完的對照組 他 他 因為一開始沒有index name 齁 那 呃 我配對完之後把那個 Case 組的index date 摆給他 然後結果他那個index date之前 有其他癌症 齁 那一種做法當然就是 我把這個人就排掉 然後再 配對其他的 或是我整組排掉 跟他配對的那一個人 也都排掉 那還有一種做法就是 我還是把它include起來 可是他就是一個 左色線的資料 就是他一收案進來就 結束了 齁 這也是可以的齁 齁 齁 好 那 呃 呃 存活分析主要 齁 主要就是說他 不管用什麼方法 呃 就是不管你怎麼去算 他主要就是在算 這個暴露在這個風險以下 和出事齁 齁 齁 的時間 然後去累 就是 他公司是積分 好簡單說就是 去累計那個總的存活時間 或者是呃 非存活時間齁 齁的一個機率密度這樣子 好 這個也概念上都一樣 那 呃 唯一不同的方法的差別都是 我怎麼去認定 或怎麼去估算 這個存活函數 或是涉嫌函數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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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概有幾種方法齁 齁 那比較常用的是 呃 各位比較常見的應該是 就是KM吧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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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常用的就是 CAS 好 那簡單說 呃 這是個例子 這好像回到優優班 齁 簡單說就是基本上是這樣 比如說一開始有18個人 齁 在T10起始的時間有18個人 然後到了第10個時間 比如說第10天好了 齁 有一個人 有Event了 那接下來 往後追的時間 這個人就不追了嘛 齁 那接下來往後追的人 分母是17個 齁 齁 然後繼續往後 每個人追 追了3天 之後 有一個人不見了 齁 有一個人失臉 齁 所以這個就CENSOR掉 然後接下來我剩下16個人 再繼續往後追 齁 齁 好 所以他下面 在這個第10個時間點的時候 的復發的機率是什麼 本來18個人嘛 有一個發病 齁 所以是18分之1 齁 那到了第13個時間點 剩下17個人 17個人 因為這個人出事了 剩17個人 然後有沒有人發病 沒有 是一個人跑不見了 齁 CENSOR掉了 齁 所以他的復發機率是17分之0 這樣 一直 往後算 齁 那不復發的機率就是這樣 反過來齁 18分之17 17分之17 齁 好 那他的 累積機率密度函數就是去用相乘的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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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pex 高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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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可以去比就是說每一個group 他們的情況是不是不一樣 然後去用那個Lawrence test去看說 比如說像這裡的這四組是不是有不一樣的survival 那當然你也可以再分層 再分層去比較說那不一樣的 像這個例子是這樣子 就是說他去看說有沒有糖尿病跟你洗腎應該用附膜透析還是血液透析 有沒有不一樣 然後 看起來就是這個什麼 沒有糖尿病的 沒有糖尿病的都存活力都比較好 那於是他再去分說那都沒有糖尿病的人裡面 那個用附膜透析的存活率比血液透析好 然後有糖尿病的人裡面用血液透析及附膜透析來的好 啊這次可以分層分析那他就會 這個計算他的 他的色顯 函數就會不太一樣 好然後最後就會就是會做Lawrence test 來看這兩條線到底有沒有糖尿病的存活力 那 這裡順便提醒各位 就是死亡 畫圖的時候如果是死亡 是由上往下 因為人死掉 所以存活機率是由上往下 他現在是在往下糖 然後如果不是死亡是發生率 的時候 是由下往上 記得那個 就是我們之後 繪圖不要不要繪圖 就是死亡是由上往下 發生 發生的話 是由下往上 就是到了什麼時間點有幾個人 發病 發病 好那 到目前為止都還是一般的存活分析 那 接下來存活分析會有一些變形 就是說第一個是 起司不一樣 就是 我在某個時間點的時候沒有糖尿病 然後 比如說觀察前一年沒有糖尿病 第六年才開始有糖尿病 那怎麼辦 如果照剛剛這個分析 就有問題了對不對 就是他一開始沒有啊 可是後來有 所以他存活分析就可以做所謂的 Time Values 或是Time Dependent Time Dependent的做法 那另外一種就是今天主要要講的 Return 有時候我不是 如果是死亡當然就不會 不會有其他事情 就是死掉了就死了 但是如果我的分析不是死亡 比如說剛剛講的那種 犯人在犯罪 或者是我中風 第一次中風第二次中風 或者是這個什麼 AMI好了 AMI也是很容易 這第一次AMI 急性心肌梗栽 第二次 急性心肌梗栽之類的 會重複發生的事件 好 那另外剛剛有提到的競爭死因會 需要用 競爭死因的分析 好 好 那 這個是先講Time Dependent的做法 原始的資料是這樣 一人一筆 剛剛提到的一人一筆 然後呢像這個 這個就是這樣 這個人 ID2的這個人 他第一次 測這個 高血壓 第二次有有有有 然後到了第八次變沒有高血壓 假設 好 那 這時候他 就是從有變沒有 然後第六個人也是從有變沒有 然後第四個人呢更不一樣 他是有 有 有然後變沒有 沒有之後後來又有 好 那這個在存活分析裡面就 如果你用傳統的一人一筆的 就沒辦法出力 好 所以他先把他抓出來說 這個人 第二個人他是在第七個時間點 有變 然後第五個人是在第 一個時間點有變 第六個人是在第六個時間點 他把有變的 抓出來然後他是第幾個時間點有變 好 先 先這樣抓出來 那抓出來之後呢他是這樣子 每一個人在沒有變的時間 是一段觀察期 然後有變的 是變完之後 的那一段時間會是第二個觀察期 所以 第二個人 剛剛前面第二個人第七個時間點有變 好 所以呢他零到七 零到七 是一筆資料 然後七到八 他總共只有八次 所以七到八又是另外一筆資料 那如果變 兩次的 就會有三筆 0到3 3到5 5到8 那變三次的呢 就是四筆資料 0到1 1到4 4到7 7到8 變了四次 然後把它拆成這樣 這是那個Time Dependent的做法 好 那 然後他他主要就是在這邊 去傳遞 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 Recurrent Model的概念跟Time Dependent很像 但是不一樣的是他是Y 剛剛講的這個是我X有變 我的X有變 然後所以我要去把它切斷說這一段期間他的X都一樣 另外一段時間他的X也都一樣 好 好 可是Recurrent不是他是Y有變 他是Y有變 所以他基本上要考慮幾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他的Risk Interval 要怎麼計算 要怎麼計算 他有三大總方式 Contin Process Get Time和Total Time 好 另外一個是他的Base Night Color 是要算 是要算哪一個 好然後他的Risk Sense 這其實是跟這個Risk Interval 是相關的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一個人拆成好幾筆 基本上違反Assumption 就是每一個觀察值之間應該要independent 他沒有 他沒有independent 所以他的within the subject的Corelation要怎麼處理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他是這樣子 剛剛 剛剛 Time Dependent的做法就是 是這一種 他基本上是Counting Process的做法 好 第一段 這個 最上面是 是一個 同一個 subject 同一個人好了 他 總共有三個點 時間點有 狀況 三個時間點有狀況 那 如果到剛剛那個Time Dependent 他是說那我把他 不同時間點切斷 所以第一段是0到5這個時間 第二段是5到12 第三段是12到30 好 那所以這一種叫做Counting Process 那另外第二種叫Gap Time 他就是說 0到5是一段 然後 剛剛這裡5到12 他把他當成從 就是此時此刻他又是一個新的開始 所以他是0到7 0到7 然後在下一段呢 又是一段新的開始 所以他把這一段呢整個又拉到7字點 拉到7字點 就是0到18 好 那 第三 所以這是Gap Time 那第三種是Total Time 他是說 他覺得無時無刻都在 負險 所以 第一個 Event出現的時候 他是0到5 第二個呢 他覺得他是0到12 就是包含前面這一段時間 他也算是 這是 假設 假設這是出車禍 那 我前面騎了5年的車 他覺得這5年的車即使沒出車禍 那你也在騎車 所以你也曝露在風險之中 他的概念是這樣 好 然後所以第三段是0到30 0到30 好 所以這個是有分段的 這兩種是有分段的 那這種概念等於是 每一段都是新的開始 每一段都是新的開始 好 那 Survival基本的語法就是這樣子 那個 對不起 應該說 Tars 五格型的基本語法 是這樣 Model在這裡 然後 Y 然後他 有 你一個是直接打那個時間 的變相 或者是其實 動號 那個 結束的時間 然後 Sensor的狀態 是 怎麼樣 這個數值是多少 然後其他控制變相 然後有一些選項可以選 那你要不要分段 去計算 計算他的 去雷他的 色顯函數 好 然後如果有 重複測量 就是剛剛講的這種 我拆斷 那拆斷的話 就要 告訴他說 怎麼去辨識同一個 人 同一個觀察對象 那就用 id available 好 然後 如果你要估那個 bass 9 的色顯 函數是多少 那可以在這裡 好 如果你是 recurrent model的分析的話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你的資料 必須要依照我們剛剛講的 這三種其實沒有太大的差異 也不能說沒有太大的差異 就是三種不一樣的model 然後主要就是你要有起始的時間 結束的時間 然後把他每一個狀態都拆斷 拆斷 好 那 Counding process model的話 他因為分層都是一樣的 好 所以他的語法是這樣 那 如果是 這個 conditional model 他會再分這個pwp跟 這個 這個pwp這個都是人名 就是某個人發明的 就p跟w跟p 這三個人發明的一種算法之類的 好 那他主要是在估這個什麼 呃 within subject的 的這個correlation 會不一樣 會有不一樣的估法 好 然後這個lwa也是 也是一個人名 和 wlw之類 也是三個人名 好 那 反正講義我們會放在上面 所以有興趣再看 那 細節可能就要再去看一下 他們考量的 點不太一樣 那總結來說就是使用的時機呢 每一個復發事件被視為相同 而且次序不重要的時候 就用這個contin process 的model來做分析 所以這跟這個所謂tide dependent基本上就是一樣的事情 那如果復發事件是不同的 或是發生順序是重要的 或是發生順序是重要的 比如說第二次中風 這個事情跟第一次中風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你就要用這個conditional或 marginal muscle 這個應該可以理解 我覺得邏輯上應該還是 Based on我們研究的 target 就是我研究的對象到底是誰 和這個事情到底 是不是不一樣 因為他主要就是說 他的差異就是他有沒有分層 他有沒有分層 那有分層的時候 他考慮的不一樣 看他涉嫌 的時間怎麼算 會不一樣 好 然後 最後 記得recurrent不會死 對不對 理論上 你之所以用recurrent model 就是他會一再發生 所以他的土應該都是由下 往上滑 好 時間的關係我們今天就 大概介紹到這邊 然後細節大家可以再 再上去 比如說網頁找一下那個 旅客人model的 相關的語法 或內容 或是也可以email跟我要 好